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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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一早开始工作 即使忙碌下来 你会觉得很难抉择 你带给中午要吃什么 所以我的做法是 我会先事先想好 不知道你中午要吃什么东西 好像是我们自己的 假期的便当 或是说是 save 买健康餐 或甚至是食物的外送 其实都有很多健康餐的选择 我通常是用这些方法 来挑选我中午要吃的食物 那你所谓的健康餐 有什么原则 我给你看国建署推广的健康餐盘 这个健康餐盘的一个原则就是均衡 像是有五穀杂粮类 有豆鱼蛋肉类 有蔬菜类 蔬菜类的分量要跟五穀杂粮类分量是一样 豆鱼蛋肉类的一个分量 大概是一个手掌的大小 那至于水果类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拳头的大小 那乳品的话是建议早晚都喝鲜奶 坚果种子的话 现在其实很多人吃的太多的一个坚果种子 坚果种子其实重点是适量 大概就是一个茶匙的一个坚果种子 以上就是我们家机遵行的一个 国民健康署的一个健康餐盘 的一个饮食的原则 所以你吃的就是跟它的一样 我们看这个餐盒里面 你看它的蔬菜类跟五穀杂粮类 其实分量是很相像 时代一致 然后至于它的蛋 肉类的分量 大概也是一个手掌的大小 当然这个健康餐盘还不够 像是这里面并没有水果 也没有一个坚果种子 那水果呢 要回家吃吗 我通常早餐呢 以及晚餐后 还是会吃一个圈头分量的水果 是的 你有这样做吗 还是我们按照张医师的建议 我们就可以越吃越享受 越吃越健康 我们试试看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